几个星期以来,中国大陆持续笼罩在严重的雾霾当中 连邻近的韩国也遭受持愈之殃 民众出门都得戴上口罩 南韩的民众对来自中国大陆的雾霾纷纷表示担忧 南韩气象局研究员也表示 老人、婴幼儿以及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一定要谨慎防范 中国大陆这几周持续遭受实面埋伏 邻近国家南韩也受到影响,一片雾茫茫 民众要出门一定都得戴上口罩 上周五,南韩首尔撤出的PM2.5指数超过100 接着雾霾天气就持续将近一个星期 首度圈地区的PM2.5指数一度测出150 比平时高出2到3倍 部分地区测得的指数更高达平时的5倍 木霾中含有有毒的重金属,如铅、隔根深 韩国气象局空气质量预报团队研究员表示 最近南韩空气中的粉尘是来自南韩的汽车废弃 以及中国工业区的碳化合物跟硫化合物 韩国媒体报导 冬季期间,随着中国大陆燃煤公热的增加 南韩的工气品质可能会更糟 无论民众,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 但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出门 新唐人亚的电视张启麟编译